香港馬拉松2019年最矚目的賽事 就是馬拉松挑戰組 在早上6時10分鳴槍起步 一開始的時候 見到今次大會都安排了一位電套 帶著一班跑手去追趕時間 因為大家都希望可以做一些快點的時間 或者是破大會紀錄 是啊 電套其實大會要求 用2小時10分鳴槍戴著跑手 有人戴著之下大家有目標跑 因為每一屆很多時候選手 都是你看著我 我看著你 就不想拼搏的 但今屆不同了 因為有電套戴快了之後 也有運動員跟上去全程擋風 見到電套就是金武塔 一路戴的時間都挺快的 之後就正月下來 只剩下傑彤 傑彤在較早之前 其實都是一路跟著電套跑 以為他會是最後會有少少的流力 但怎知道 就是一馬當先 是中國是終點 首先就是用2小時09分20秒 就是獲得冠軍 至於第二位就是來自愛塞俄比亞的和迪 第三位同樣是愛塞俄比亞的格達高 值得一提的 就是頭四位男子挑戰組沖線的 全部都是破舊友的香港紀錄 女子組方面就一枝獨秀 他就是白俄羅斯的馬素烏勒 其實跟男子組一樣 從頭帶到尾 在他附近都有我們香港的代表 周漢烈剛剛破了三千米障礙的香港紀錄 今天就一直帶得很順 將他自己個人最佳成績都帶快了 這裡見到就是白俄羅斯的馬素烏勒 其實以前就是跑開競走 現在就轉戰去參加馬拉松的賽事 而他今天的時間都相當不錯 之前他的最佳成績就是2小時23分 今次在一個比較難一點的賽道來講 他都可以做出一個2小時26分13秒的時間 都是相當之不錯的成績 是的 亦都是破了大會的紀錄 也就是說今年渣彈香港馬拉松 無論男子和女子都出現了新的紀錄 而且都很少見 就是無論男女子那位冠軍跑手 都很早就已經拋到沒有雷公那麼遠 至於在女子組 亞軍得主來自巴林的真巴林 第三名就是埃塞俄比亞的和迪山 谢谢大家